佛经里面有举句话很重要 他说若人 如果有人用无量节的阿生祈节的时间 用身体来供养 很多食物来供养十方诸佛 来供养所有菩萨所有阿罗汉 不如有人不施动物一口的食物 所以那天发给各位那一张不施蚂蚁 各位要去做 你供养十方诸佛 无量阿生祈节的时间 不如以慈悲心供养一口饭给动物 你供养给动物的功德超过前面的百千万倍 佛为什么要这么做 来 慈悲包含一切功德 慈悲才是供养佛 所以佛特别给我们这样交代 我们是从供佛的训练来对众生 把众生当作未来佛一样的供养 这是佛教的究竟教育 所以佛陀又说了 如果人能够不施给动物一口饭 那皆成佛业 无言词音 就你能够不施给动物一口饭 都成为成佛的善业 这是一种无言大词的大背影 在涅槃经这样交代 涅槃经的佛陀和涅槃之前 交代我们这样做 何况各位刚刚在门口 布施饼干给孤魂野鬼 那力量大不大 布施衣包药给孤魂野鬼 力量大不大 等一下各位要下去之前 一人拿一杯水到楼下 洒出去好不好 上供佛的一杯水 到楼下洒出 下尸给那些可怜的咽口鬼 孤魂野鬼 皆成为佛业 无言大词之音 等于供养超过百千万亿的功德